受死吧妖怪 就凭你这个废物 体力不支了吧 现在你是我的呢 师兄你与他 副灵你自己小心点 我我也要跟师兄一起去 只要你把你的精血给我 我就给你一场快乐如何 妖怪 有种就杀了我 否则 我不会放过你的 还挺烈性的 我倒是十分欣赏你这种坚真不屈的人 越坚真就越美味 你以为你把我抓过来就有用了吗 有没有用 试试不就知道了 蜜语 凌儿 妖怪 快放了蜜语 又是你啊 那我正好完成大人给我交代的任务 任务 虽然喜剧的人 人是女杆 是啊 小妻他们都不太美了 杀的 那个蠢姑娘 她还挺好用的 是你先害了小妖怪 收下头 是我死 死主 敢擅闯正魂寺的妖怪都得死 有对吗 死主说的对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震魂寺的人 为妖怪打掩护 妖怪又偏偏跑到震魂寺 震魂寺 在与妖怪勾紧啊 小妖姑娘 最近经常有妖怪出没 这大晚上的 真是太危险了 害怕你就先回去 我才不怕呢 我可是英俊潇洒的林大少爷 但真的有妖怪出来 我拿银子砸死他 小青 我已经证明了你的清白 但是你在哪儿呢 杀了你 就能拿回你记忆了 什么人 你记得我 不及杀 我表情 看来金车的法力 又会不会浪败了 简如此 先上来 李修宁 这一次 我不会离开你的 李修宁 李修宁 杀了你 杀了你 小青姑娘 小青姑娘 还有别人 今天就先放过你们 李修宁 哎呦我的天哪 你这是怎么了 李修宁 李修宁 大胆妖孽 竟敢闯到证魂司来 啊 进得到殿 上司也是这样 师兄 你到底想你们什么 李修宁 我不会让你死的 这种伤势 只有治疗圣品 七叶碧雪莲可以救 他在哪儿 阵魂司就有 小青姑娘 阵魂司 戒备森严 你这一去 要是回不来了 就为了这么一个男人 你要去昆仑道仙草 不要命了吗 小青 也许你现在还理解不了 我不想理解 可若有一天 你有心爱的人 你就会理解我了 若是一去不回了 那就一去不回 小青姑娘 你怎么了 无妨 哪怕是刀山火海 我也一定会去的 我想 我大概懂你的感觉了 这些都不识了 这些都不识了 应该就是这个了 李修宁有救了 游记 大胆妖孽 竟敢到镇魂司大宝 我要收了你这妖怪 你滚开 我不想杀人 谁 你 李修宁 你一定会没事吧 一定会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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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最近都不理人家了呢 我需要更多的力量 这是所有卓妖师的名录 一个个去查 红礼明白了 记得 这一宗礼就你 红礼 谨尊大人吩咐 小琴 可我还是要做不了人 我想明白了 身为妖 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 那为何你们周妖师 快苦声声喊周妖呢 世界之人有好有坏 妖蛋也有就像小琴一样 人和妖蛋一起会为世间所不容 即使世俗不容 我都会一直站在你这儿 杀人了 妖怪进来了 妖怪 救命啊 小琴姑娘别害怕 如果再有妖的话 我会保护你的 你说怎么遇见这些妖怪的 还用遇见啊 他现在满大街 残杀周妖师呢 尤其像我这种青年才俊 这妖怪明明死在了灵州手里